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留言区 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聊天 聊新闻一起互动 今天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 台北市有一名1岁10个月大的男童 遭到保姆疑似虐待致死的案件 而现在大家进一步的追查 发现虐死男童的刘姓保姆跟他的妹妹一起 两个人在2022年的时候 取得了居家托育资格 而前后总计收脱了5名的小朋友 而事情发生之后 也曾经有托育的家长有反映过说 当初把孩子送到这一对流姓姐妹 这里来进行照顾 结果臀部却出现大片的红肿溃烂 虽然说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也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 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当对待 几年前接受美食节目采访 当天雇店的红衬衫女店员 就是流姓保姆的妹妹 也在收押中 明明已经离职 却害店家无辜被肉搜 她同样也有保姆资格 更疑似参与虐头 姐妹俩都是在2022年 在台北市登记居家托育 隔年开始收脱 目前为止姐姐收购三个 妹妹两个 其实汉坎坎同时被照顾的 还有其他小朋友 当时家长就曾发觉 这保姆不太对 不确定气的孩子在那边 虽然没有明显外伤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小朋友的屁股一大片红肿 明显就是有问题 但保姆却说 这是因为边睡觉 边大号奏成的 甚至说这是常有的事 但这名小朋友 在家从未这样 怎么送来保姆这就失常 幸好家长事后 有找到其他保姆 让小朋友躲过一劫 留姓姐妹都是合法保姆 要取得资格 有上过126小时值前训 秉急证照 或是幼教科系毕业都可以 若要职业 则得向社会局申请 除了刑事记录 儿少罚等书面审查 也会到家检核40项安全标准 虽然环境不算好 但至少通过检查才能领证 整只在检验合格的包装下 留姓保姆却把托育经营成刑场 无辜小生命遭虐死 也吓坏其他曾委托的家长 TVB月轩 我去全关于泰国道 好提醒大家 在路上开车骑车 如果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 记得要先礼绕 结果在台中呢 有轿车驾驶载人开在路上 结果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 他不礼让 结果造成两台车 在路口的时候交叉撞在一起 而当时其实救护车上面 是有载病人的 被撞到之后 又再叫了一台救护车帮忙支援 监视器清楚拍到 路口号制是绿灯 各式车辆通过 这时镜头右方 一台救护车出现 当时车上载着病患 他闯红灯准备要过 机车骑士停了下来 但轿车没有礼让 两边在路口碰撞 我刚刚弄就是我六车出来 一个驾我那一车叫车 叫车 叫车车转到后 有 附近民众说 当时有听到声音跑出来看 之后是另一台救护车支援 把原本要转院的病患载走 救护车右前车头毁损 车轮都出框了 当时台中市区下着雨 地上是湿的 另一边轿车的引擎盖 翘起来变形 强烈撞击 前保险感脱落 车祸事发地点在台中西区 林森路柳川西路口 3月11号这天 台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 下午1点多 42岁救护车女驾驶 再病患要从中国医药学院 转院到中山副医 途中闯红灯鸣逝警 44岁张姓男子开车不离让 导致两车撞伤 要叫一台来 派一台来派车车车车车 有鸣鸣 有鸣鸣 你有听 警方说当时轿车上 还有载乘客 这一撞导致乘客 右颈部错伤 坐笔录时张姓驾驶透露 不是没有听到救护车鸣笛声 而是认为自己过得去 所以没有停下来 不只害车上乘客受伤 还可能面临 3600块的罚款 TVBS新闻 江俊燕 徐又翔 台中厂报道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7月的时候 在新北市的板桥 发生了冷气机掉落 砸死了女大生的意外 而装修工人和雇主 被依过失致死罪起诉 目前死者的家属 在今天下午 也到了新北地院 双方进行第一次调解 去年7月在新北市 发生了冷气坠落的意外 造成一名女大生 当场被砸中 全身多数骨折 大量失血 送医抢救后不治 而安装冷气的工人 跟她的雇主 都被依过失致死罪起诉 那么双方在今天下午 来到新北地院 来进行第一次的调解 调解的金额是1400万 但是刚刚整个调解的过程 当中是相当的不顺利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流性雇主 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不愿意认罪 那么其实检方在监办 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 就有发现说 这个理性工人 当时其实对于安装 这个直立式的窗型冷气 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甚至是第一次要来操作 包含她对于这个包材的尺寸 还有安装的尺寸 都搞不清楚 当时她还一度要打电话 给这个流性雇主来请教 来求救说到底要如何来安装 那么这个流性雇主 她明明知道理性工人 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跟技能 还是为了节省这个人力的费用 让她一个人独立失作 来造成这个螺丝没有栓紧 这个冷气是直接掉下去 造成这起死亡意外 那么这个流性雇主甚至还说呢 自己不愿意认错 因为呢 她自己刚结婚生小孩 那检方认为说呢 她犯后没有悔意 因此渐寝 从众量刑 那么今天下午这场这个调解呢 双方目前是没有达成共识 好我们知道大陆这几年电动车 快速的发展 难道最近有可能要扣关台湾了吗 有汽车达人就透露了 玉龙旗下的玉佳汽车现在已经改名叫做电池里 为的呢就是要准备 为以后代理大陆的吉利汽车来做准备 不过玉龙汽车就回应了 电池里现阶段没有代理销售业务 如果要跟任何新的汽车品牌合作 将会依法公告 吉利汽车发布了吉利银河新能源诈欲 并全球首发银河L7 大陆历史40年的老牌国产吉利汽车 旗下首款电动智慧SUV银河L7 近期大打促销站 只要新台币51万8就能开回家 在大陆车企一片内卷刹价站中 吉利汽车今年1到2月销量 多达324885辆年增率55% 超越龙头比亚迪夺回大陆汽车销售冠军 现在传出吉利汽车将有机会来台探路 汽车达人Andy老爹在脸书上透露 表示玉龙子公司玉佳 去年1月改名电池里汽车 可能就是准备代理吉利汽车 未来将以导入电动车款为大宗 离大陆品牌满街跑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虽然目前规定不能整车从大陆进口 但是我觉得透过台湾组装的方式变成国产 这个目前当然是可行的 但是我觉得就说一些政府的相关代位 是不是要试图的去做一些法官 玉龙集团最新回应表示 现阶段占无任何代理销售业务 如果有跟任何新汽车品牌合作将依法公告 不过美国近期才因为大陆物联网电动车 可能有资安疑虑正在进行调查 台湾方面能否放行 还要等相关单位表态 基本上都是希望说就算是国内的国产车 它去做授权代理或是自主开发 我们也希望它多用一些国内的零组件 吉利汽车全球员工超过8万人 旗下拥有Volvo Lotus 联花跑车 吉星 Polestar 领克等国际知名品牌 现在很可能来台试水温 在国内车市投下震撼弹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讲到大陆电动车 有观众朋友Batman就说 其实有的大陆的电动车品质还不错 那么其实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呢 他们3月将要取得南韩销售电动车的许可 也就表示呢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就会在南韩开始销售比亚迪的电动车 当然南韩的电动车也不是省油的灯 包含了现代汽车 KIA这些汽车大厂 现在也纷纷降落了降价的促销行列 就是要对比亚迪的到来高度戒备 秀出各种新款车型 展示中心人潮汹涌 大陆汽车龙头比亚迪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BGC金融特区 打造1100多平旗舰店 受惠于菲律宾对进口电动车实施免关税优惠 助攻比亚迪快速拓展示战率 2024年随着国际经贸形势的发展 出口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 增速在20%左右 大陆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今年前两个月 大陆汽车出口达到82.2万辆 年增率高达30.5% 眼看大陆汽车来势汹汹 南韩汽车业严真以待 现代汽车最新电动SUV 采用第四代电池 标榜每次充电续航力能大幅提升 但这款新车不仅价格跟旧型号相同 其他车款也同步降价 有鉴于比亚迪 预计今年上半年 即将在南韩开卖电动车 包括现代 KIA 南韩当地的KG汽车外 进口车通用 Volvo 都推出售价约新台币 95万的低价电动车款 特斯拉最新发动价格战 然而销售量却被更低价的比亚迪超越 但有专家认为比亚迪的自驾车联网技术还差特斯拉一大截 另外环保和资安的要求恐怕短期内较难获得国际市场认同 TV北新闻综合报导 好的确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在讨论说 稍微比较便宜一点大陆电动车 感觉好像真的蛮有吸引力的 聊到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今天中午观察也要聊这个话题 不过首先我们先介绍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的大陆的特派记者 敏珍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敏珍好 心音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聊到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们知道大陆近几年来非常积极的在发展 其中深圳它现在跃升为大陆新能源车的第一大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在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深圳去年就有178.6万辆已经登上了冠军 而第二名是在上海有128.6万辆 第三名是西安98.3万辆不升反降 那么现在专家就认为说 其实呢这个深圳传统汽车产业基础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整车的企业还是以比亚迪为主是一家独大 那我们刚刚看到深圳上海西安 这三个产能非常强的城市 光是去年我们看到去年其实在大陆的 新能源车总产量是944.3万辆 光是刚刚这三个大城呢 生产的量呢就占了大陆的四成以上 我们想要请教敏珍呢 为什么深圳可以生产量这么高呢 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其他的城市 是首先几乎所有发达的经济体还有城市 它其实都和汽车产业是息息相关的 像大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 他们都有相对比较成熟的汽车产业 那么要怎样才算具有竞争力 一般都会先从产量来看 那么深圳官方他们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 就公布了一个名为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计划 他们设下的目标是要在2025年的时候 就做到全市的新能源汽车要年产量超过200万辆 那么产量狂飙的背后基本上是离不开产业的推背 深圳能拿下新能源车第一城的名号 代表它城市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的布局 还有它创新的能力都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 如果你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话 其实是可以发现是包括了电池电机 还有电控三电系统 那么在这些在深圳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企业 而且很多都是细分领域的冠军 深圳目前市它的新能源汽车产量是占到了全球的八分之一 那么也聚集了2.4万家的新能源相关企业 那么有大陆专家就评论了汽车产业 它上半场拼的是电动化 那么下半场就是智慧化的竞争 那么相较于其他的城市来说 深圳这个地方在电子资讯产业的基础是更加稳固的 那么不少专家也认为 深圳是目前在大陆新技术应用来说 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城市 再来也有专家认为特区优势是深圳它的核心优势 如果当地可以充分利用那个特区在立法权的优势的话 那么它还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是的确有一个城镇要拿下第一名这个生产量的话 的确它需要很多的优势聚集在一起才有办法达到 那另外我们要来聊到同样也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大家应该都蛮喜欢猫熊的吧 讲到猫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除了他们非常呆萌可爱的样子 当然还有他们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色 但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非常特别的猫熊 它在大陆的秦岭的四宝科学公园 这一只猫熊它叫做七仔 大家有发现吗 它的毛发不是经典的黑白色 这不是我们照片黄黄的 它是真的是稀有的棕白色的猫熊 那它也是现在全球现存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猫熊 它叫七仔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特别的颜色呢 其实我们看到有专家就讲到说 其实主要呢还是因为它有基因缺失发生突变 所以才会有它跟其他猫熊比较不一样颜色的状况发生 我们想要请教敏珍 你在大陆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有看过七仔本人吗 好 我有看过它本熊 那其实在大陆有非常多的猫熊明星 像在北京它有活泼好动的蒙蓝 在成都有非常呆萌的花花 那像我自己就是花花的始终粉丝 那如果大家有关注大陆猫熊 特别喜欢哪一只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喜欢哪一只猫熊 那也很幸运在去年的时候 就有到陕西这个秦岭的这个地方 看到七仔本熊 那么它其实在那个园区里面 有很多的猫熊 可是七仔像这个画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拍的 这七仔旁边是围最多人的 那其实为什么大家会特别想要看它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很特别 那现场也有听到小朋友就喊它是巧克力熊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有点像巧克力这样子 那么其实七仔的颜色 多年来也有不少网友开它的玩笑 有人说它是出去玩沾到泥巴没有洗干净 但也有人说是不是洗澡洗太多次洗到掉颜色了 对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就是 一直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不过也像刚刚欣欣介绍的 现在有专家提出来可能是基因的问题 让它颜色不一样 那么其实七仔它除了颜色很讨论 受到讨论以外 其实它的名字由来也蛮有趣的 和大家分享 其实村民在发现七仔的时候呢 它是被它的族类 就是被其他猫熊给遗弃的 所以它那时候是很瘦弱 身体状况也很不好 那么就是颜色也很特别 那么照顾人员就会觉得是说 它很像周星驰电影长江七号里面 来自外星的生物七仔一样非常的特别 所以就取了同样的名字 就叫它七仔这样子 那么也很值得向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现在看 猫熊好像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可是其实在大陆猫熊 它是有分两个品种的 一个就是像七仔这样 它是来自陈西秦岭的 另外一个就是更多人熟悉的四川大猫熊 它们其实是两个品种 不是同一种猫熊 那么四川大猫熊它的特征是头比较大 头然后偏长看起来比较像熊 那像七仔这种呢 它是头比较圆嘴巴比较短 那么大陆人是说 它们看起来比较像猫 那这两种猫熊呢 其实它们是近亲 不过是受到了地形的阻隔 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 其实多年以来 这两种猫熊是都没有往来的 然后专家透过DNA来研究 其实这两种猫熊 是已经长达30万年没有互相往来的 我只能说敏珍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像我的话 我是看不出来谁的鼻子比较长 谁的鼻子比较短 谁的脸比较圆 谁的脸比较不圆 但是呢像个观众朋友魏力 他也说七仔是最可爱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七仔的颜色 看起来很像吃竹子吃到 不小心掉到毛坑的样子 对的确是蛮可爱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中国观察 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不一样 可爱的猫熊比较特别的颜色 那我们也谢谢敏珍到现场 帮我们分析谢谢敏珍 谢谢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最近大家压力比较大 相信很多人压力大的时候 会觉得肩颈酸痛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 方便的话很多人都会买筋膜 来按压这个比较紧绷的肌肉 但是有大陆的民众 居然突发奇想 他把这个筋膜枪拿来按压眼眶还有眼球 结果有一名男子就因此视力模糊 罹患急性轻光眼 而另外一名女子也因此罹患白内障 视力只剩下0.1 为了抢林俊杰演唱会门票 大陆网友突发奇想拿出筋膜枪 专门用来按摩肌肉的筋膜枪 没想到有这种妙用 但有其他民众把筋膜枪用在别的地方 结果大事不好了 拿筋膜枪按压眼球 结果两天后 周先生突然眼前一片模糊 检查发现竟得了急性轻光眼 眼球中的水晶体呈现半脱落状态 另一名42岁大陆女子 平常为了缓解眼睛疲劳 也经常用筋膜枪按摩眼部周围 但筋膜枪是透过高频率撞击 按摩肌肉组织 眼球又是人体最精细最柔软的地方 结果这名女子视力只剩0.1 水晶体半脱落 并且变得浑浊不透明 也就是罹患了白内障 水晶体就像照相机的镜头 水晶体脱落 相当于镜头的位置改变 医生提醒 如果眼部不适 千万不能大力拍打或揉按 及早就医才是上策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最近非常夯 主打快节奏剧情爽的微短剧 在大陆爆红 而且还吸引非常多人 来进行相关的投资 大陆现在就调查显示 光是在2023年大陆 微短剧市场的规模 已经超过了374亿的人民币 而且预计在今年还可以突破500亿元 大陆微短剧 我在80年代当后妈 演的是一个现代女大生 穿越回到1980年代 嫁给已经结婚 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爸爸的故事 一言不合就拍桌翻脸 夸张的演技和离谱的情节 让这剧即便主角不是一线明星 也在春节档期创下一天赚进2000万人民币 充值观看费 微短剧大致上每集5到10分钟 剧情一定要狗血 台词要犀利 成功方程式15秒一个小反转 30秒一个大进展 结尾还要留悬念 一集一集放在网路卖 消费者充值10元人民币 不到台币50元就能观看 大陆调查公司数据显示 2023年大陆微短剧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373亿人民币 预计2024年破500亿 2027年冲上千亿 成为近年来最大投资风口 三四线城市是重点市场 能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保姆 保洁保安是主要消费人群 评论微短剧爆红 导过金庸系列电视剧的 大陆知名导演张继中认为 这类型的剧 只能是料理中的调味品 无法成为永恒的艺术品 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 微短剧至少已经成为 不少人每天的精神兴奋剂 TVBS新闻张教堡 林敏珍综合报导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最近呢 印度在中印边界 来修建瑟拉隧道 而印度总理莫迪 甚至还出席了揭幕仪式 但这样的举动 就让大陆非常的不高兴 大陆政府强烈的反弹 说藏南是属于大陆的领土 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 沙石车不断在海拔4000米的山区 来回穿梭 印度为了加快军备运输 而修建的瑟拉隧道 近期终于完工 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揭幕仪式 但由于隧道位于中印边界 位置敏感 让大陆政府强烈反弹 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 印度无权擅自对中国 藏南地区进行开发 印方有关举动 只会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 大陆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 关系逐渐恶化 日经亚洲报道 为防堵大陆扩张中东势力 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将合力打造海陆运输 连接印度与欧洲 跟大陆的一带一路相抗衡 而背后发起这项提议的是美国 美国拜登政府公布2025年财政预算 国务院官员表示 外来五年将编列40亿美金 其中20亿美元将成立国际基础设施基金 对抗大陆的一带一路 这几天到菲律宾访问的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也忙着布局抗中防线 宣布将在菲律宾投资超过10亿美元 帮助菲律宾把半导体工厂的数量增加一倍 在菲律宾的记者会上 雷蒙多表示 为了阻止大陆取得强化军事的 先进电脑晶片和生产设备 美国会持续评估 是否扩大出口管制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大家有用过Google的地球软体吗 如果有用过的话应该都会知道 在这个软体上面 国军的军事阵地 都是会被模糊化处理的 但是最新一波的图资更新 却让国军在台中的 攻三飞弹的阵地意外曝光了 而且就连攻三举生弹箱的清楚画面 也全部都被空拍下来 而现在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说 会去跟Google协调 遮蔽机敏相关的处所 光三飞弹发射车马路上奔驰 为国军训练战备日常 毕竟是拦截来袭空中目标 进驻地点更是机密 只是Google地球的最新一波图资更新 却将这直接摊在阳光下 这地中七座飞弹车举身弹箱 就这么刚好Google影像 争设时也许震轮池战备 位于台中大渡山的这块基地 原本部署英式飞弹 翻开历史图像其实不太明显 但这次空拍却拍得一清二楚 Google接警也拍下官兵探头 关切外头车辆 仍是打马赛克了 但这些营区入口没有 通常我们会跟这些单位 不管Google这些单位 会有去跟他们做一个协议 有关于这个好像机敏处所 他会把它给遮盖掉 Google这波更新 把先前国防部协调模糊化的 重要军事建筑像是国防部一带 重新恢复清晰与立体化 但其实不止我们的被空拍 陪路西放台后 中共发射东风飞弹 这阵地输入坐标之后 在Google Earth上 同样也看得到 美丽共军增加对台威胁 立委直询劈头就问这一题 我们陈院长 最近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一向睡眠都很好 看来行政院长 跟国安局长蔡明燕 睡眠品质都不赖 国防部长邱国震是例外 另外日前 股防部的义务报告中提到 中共利用官媒测译和在地协力者 发动任职作战 但这在地协力者如何定义呢 造成一些言论对我们不利 对他对方有利 这我就初步就认为 他在地协力者 但至于他到底是或不是 那后面不管检教单位 他会去查 海话要再把定义厘清 律伟叮嚀时间 迫在眉睫 TVBS有点 我是刘青廷 台报道 我们来关系国际消息 海地黑帮作乱 而他们的总理亨利 在各方的压力下 终于宣布要请辞了 将会成立过渡总统委员会 而肯亚也在同一天呢 宣布他们要派兵到海地协助平乱 而至于美国呢 他们也承诺 对海地的援助会增加到2亿美金 海地黑帮大乱 现在出现重大转折 滞留在波多黎各的海地总理亨利 宣布辞职 解散现有政府 海地黑帮领袖 在首都太子港的街头巡视 海队公开枪 宣示武力 海地民众表示愤怒 认为加勒比海共同体对海地的乱象 根本没有作为 同一天肯亚宣布要派一千多人的联合部队 前往海地协助维安 而在亨利请辞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亚买加 与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 共同商量海地局势 美国还承诺提供 三千三百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给海地 并且支持建立总统学院计划 满足海地民众的迫切需求 同时让政权能顺利移转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南美航空的一架波音787的客机 在高空中急速的下坠 而造成机上50多人受伤 现在机内当时的画面也曝光了 乘客非常惊恐的回忆说 当下真的以为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了 没想到同一天又有一架联合航空的波音客机 也是因为机械故障迫降在雪梨 现在美国FAA就下令波音要改善品管 否则要勒令挺功 美国联合航空一周以来第五次出状况 这架波音777班机紧急迫降在澳洲雪梨机场 周一中午才刚从这里出发飞往旧金山 出发两个小时就传出技术问题 决定掉头回雪梨 还好机上183名乘客跟机组员平安 同一天雪梨出发的另外一架航班才出意外 乘客拍下这架 智利南美航空机舱内一团乱 刚刚才在高空中像是大怒神一样 急速下降又摇晃 最后迫降在纽西兰奥克兰机场 机上多达50人受伤 到底是乱流还是飞机机械故障还没确定 但这架出事的客旗7879又是波音 最近波音除了引擎喷火 起飞时掉轮胎 还有年初阿拉斯加航空舱门门塞喷飞 让人质疑波音到底多少螺丝松了 其实过去就举报波音工厂 品管有问题的内部吹哨人 John Barnett最近就传出离奇身亡 不过美国FAA已经看不下去 要求波音提出改善计划 否则可能勒令波音关闭产线 好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 美国总统大选目前所走的情势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到是匈牙利及右派的总理 他前往会见川普的时候 他就爆料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一毛钱都不会给乌克兰 这也表示乌俄战争会就此结束 不过现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的发言也引发了讨论 过去他曾经说抖音威胁国安 但现在他却改说 美国禁止抖音之后会让脸书做大 而脸书才是全民公敌 美国前总统川普 称说TikTok威胁国安 不过他接受CNBC电视台访问 态度大转弯 说没了TikTok 不断壮大的Facebook更讨人厌 2021年国会山庄暴动期间 脸书曾经取消川普的脸书和Instagram权限 让他怀恨在心 不过与老朋友匈牙利总理奥班 在海湖庄园见面 川普的心情倒是很好 会谈后奥班语出惊人 说川普如果当选一分钱都不会给乌克兰 这样乌俄战争就会结束 川普一向与极右派领导人比较投缘 拜登抓准这一点猛攻 拜登说川普与奥班误以类聚 根本不适合当美国总统 TV的新闻总和报道 高手游民男子呢 他因为欠钱结果就在网路上 找到放款借贷的 相约碰面之后 他居然在车上直接 晾枪行抢了现金将近7万元 强行把车给开走 遭远警围捕 嫌犯还想继续装傻 你没怎么 你这有道理没怎么 你没怎么 你没怎么 你怎么跟你说你没人 你就没怎么就对了 抢来的东西呢就在包包内 你借高帅 你借高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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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还有手枪 都在背包里头 这下最正确凿 林姓男子在五个小时前 涉及了抢案 他在网路上找到了放款借贷 约对方在高雄虎山区青海路 碰面 在车内要谈利率 他直接辆枪 抢了对方的平板 手机 还有将近七万元的现金 开走被害人的车辆逃逸 8人的自小客车 6至7万元 及4只手机遭抢 嫌犯逃逸之后 还难继承车 原来他抢走被害人的车辆 跨区丢弃在路边 改搭小黄 又换摩托车 刻意制造断点 警方追追追 掌握行踪 案发之后 5小时成功尾捕 被害人说 被抢了将近七万 但嫌犯落网 赃款只剩下两万五 把钱拿去还债了 有毒品钱磕了他 要跟钱庄借贷 变黑吃黑抢钱 就怕他手头紧再犯 警方已经渐请羁押 TVBS新闻 庄盛雄黄晓琪 高雄报导 宜兰高中校园 在昨天晚上 发出了尖锐的噪音 而且整整长达了三个小时 40多分钟 这也让附近的住户非常困扰 因为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经过查证之后 发现原来是学校里面的配电式机电设备 出了问题 才会发出怪神 尖锐的噪音划破深夜 还呼大呼啸 让附近民众既害怕又抓狂 这样是要怎么睡觉 一度以为是有人恶作剧 不断大吼大叫 颇往无奈的询问 可以帮忙联络钟馗吗 11号晚间10点左右 宜兰高中校园传出刺耳的声音 让左邻右舍实在受不了 而且持续到隔天凌晨1点40分 整整长达3个小时40分钟 很像是鬼哭成喉的感觉 我们在这边的居民 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那个声音真的很吵 其实这个声音不是只有一天有 它经常会出现 我们社区的住户 也反映过很多次 这边的住户就睡眠就受影响 最后查出是宜兰高中配电式的 机电设备出问题 排风扇叶片接触到异物 将插头拔掉 排风扇停止运转 外申才跟着消失 二月份你才检测过 这边都是规定的 它叫规定的来做检测 校园的机电设备 每三个月就会检查一次 上个月才刚检测 排电人员已经到厂协助排除问题 没有影响供电 校方说后续也会请厂商更换 和改善设施 对于造成附近住户的困扰 感到非常抱歉 信号查出原因 只是设备出状况 让附近住户也松了一口气 只盼别再半夜魔音扰人 TV的新闻简大成 陈嘉童 宜兰采访报导 好 白色情人节要到了 最近也很多新的情歌 大家可以上网听听看 我们看到是精通七种乐器的 唱作歌手是Sandling 他举办了记者会 发表了三首的新歌 而其中也有献给 美国前女友的告白歌 大秀小提琴 Keyboard 吉他等才艺 唱作才子Sandling 林中轩 白色情人节前戏高唱 告白情歌 来自美国的Sandling 2015年放下金融专业 资深来台 直到去年 回味四年回家充电 一口气写了十首歌 发行了其中三首 Beautiful Girl 就是写给美国的前女友 来台青年间 也交了许多圈内好友 我是你的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and my world 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 你真正的Beautiful Girl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 当任的那个月老 宋云化来站台 原来男友认识Sandling 也找了对方交弹钢琴 才培养出好交情 你弹出钢琴的 没有没有 我跟太多女生弹钢琴了 那个感觉 好人员从社群就看得出来 时常网络翻唱 IG累积近30万粉丝 展现才华 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小提琴 自学七种乐器 而迎来情人节 不少情歌也跟着推出 就让我开始慢慢忘记你是谁 忘记所有的快乐 悲伤的感觉 周杰伦师弟曹阳新歌 找来张轩瑞 MV化身帅气骑士 不说历经爱情 洗礼成长的故事 本资直呼是催泪神曲 情歌王陈世安 隔三年发片 即将上线的情歌 找林博宏与蔡淑珍演出 情歌专业不好歌喉 紧抓歌迷 明天的新闻 来上台的明台报道 中信啦啦队的外援呢 新外援呢 编合律还有李丹飞 在今天上午也已经抵达了 桃园机场 但其实呢 现在很多中职 不少啦啦队都找了 日韩的外援 像是统医师也在日前宣布 他们新增了两名 日籍的啦啦队员 炸裂陈子豪 一集炸裂陈子豪 看得出来有练过 一抵达台湾就马上炸裂一下 跟着球迷一起唱 差点把桃园机场当作主场 中信兄弟啦啦队 Passion Sisters新增两名外援 编合律和李丹飞 12号下午抵台 一见到球迷就先圈粉 大家好 我们是Passion Sisters 我是李丹飞 我是编合律 欢呼声不断 粉丝很买单 毕竟一下机又是送礼物 又是让球迷拍好拍满 不枉费有粉丝 凌晨就来卡位 大概三点多快四点就到了 对对对 感觉战力更强 希望他们可以拿到冠军 不只大批爪迷来接机 中信兄弟也派出四名学姐 带球衣一起来迎接 也喊着要带新成员们 到夜市吃好吃满 我希望跟他们分享 好多台湾好吃的 因为我很喜欢吃夜市的QQ球 对所以地瓜球 很想要跟他们分享 30号开幕战 就会正式亮相应援 一次两名韩籍啦啦队加入 就是希望让新的球赛更炸裂 不过新的球季 各球团啦啦队也都更有看头 同一时Uni Girls 也公布两名新成员 来自日职新舞师啦啦队的 千鸿和西美 新的赛季 全新阵容 终止记录六队的时代 啦啦队也积极找至韩外援 场上拼球季 场边焦点也不能少 TV被送皇冠伟仲宣桃源采访报道 好我们先谢谢观众朋友G-COP 新一后援会长 抖内给我们150元 他说新一 baby我爱你 因为你我的时间开始流动 好我们谢谢会长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 好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国职棒大联盟 他们在下周呢 就要遗失南韩首尔 举行球季的开幕赛 而圣地雅各教室队呢 率先公布了开幕战的先发 就是由日籍投手 达比修友来单纲 大联盟圣地雅各教室队 王牌投手达比修友 第三度在热身赛登上投手球 不过他似乎还在找回手感 主投的四局就被敲出三支安打 三阵跟宝宋各有一次 吞下十分一分 幸好队友火力全开 最后教室队与13比3击败水手队 达比修友也拿下热身赛第二战 教室队全力备战这个月 20号即将遗失南韩首尔的开幕战 对决洛杉矶到齐队 达比修友确定担任先发 球迷期待他跟大鼓祥平的日本内战 看起来很有机会上演 除了达比修友跟大鼓 到齐队也宣布本季转战大联盟的山本游 升将担任开幕系列第二场 也就是3月21号的比赛先发 确定他不会跟达比修友同场较劲 好通常讲到学英文或者是留学 大家会先想到哪一个国家呢 大部分都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 但最近很多人都会去菲律宾的素误学英文 而且这成为新的流行 现在连艺人都这样做 今天初二我们姐弟俩要去菲律宾学英文 而且都没有担心 如实的好学 行李带着说走就走 说学就学 艺人礼艺带着弟弟到最近的菲律宾留学去 老实在这个 我应该会跟一些那个弟弟妹 真的是去上课 到菲律宾素误上语言学校学英文 近期在台湾相当流行 最短就两个礼拜 一个寒假的时间 就能去练练英文口说 就连艺人陈爱希也出发 其实这几年默默的 其实也有在想要经历自己的英文能力 加上我的所有包括机票 签证 保险 学校的住宿费 五万八千多不到六万 陈爱希就分享 先找好代办之后 其实要去素误念书 没什么申请门槛 当地光是语言学校 就高达十几家 优雅司多一班级可以报名 很多人就会把素误当中记载 他就会先在那边把英文成诸 练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再去申请他未来要留学的 学校的语系 他这样就会省了很多的成本 英才失教每天四到五堂的口说课 陈爱希也表示 真的会让说英文的自信息大增加 我觉得说你不能期望你两个礼拜 你的英文程度能够飞升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有最大的bug就是 他们没有勇气讲 大家其实英文程度真的没有那么差 就像台湾其实有台式英文嘛 但我接触到的老师 大概八成以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强调 就是你听他讲话 他都会蛮自证腔圆的 末假日就能当去旅游 看看本地风情 最近吸引不少高中大学生 甚至就业人士 都能利用空档提升英文能力 菲律宾学英文 俨然成为 请留心 TB的新闻 徐家瑞林文台北厂报道 好我们知道中植星赛季 就快要开打了 但现在 乐天桃园的主战场 桃园的棒球场 现在却有很多问题 迟迟都还没有解决 昨天又发现在内野的观众席 最贵的第一排有大约三公分的积水 走近看台座位 但脚下有点不妙 还蛮深的耶 很深耶 整片城市积水真的好危险 就怕会滑倒 得要非常小心 小心哦 不要跌倒 不要受伤 再三提醒 脚步务必要放慢放轻 因为积水不少 而地点就在乐天桃园的主战场 桃园棒球场 终止新赛季就要开打 不只草皮生长速度不如预期 到内野R区的观众席 也因为下雨发现其他问题 我发现了 结果我们的座位区 还有严重的淹水的现象 而且那个座位区还是内野R区 票价最贵的地方 积水主要在第一排的位置 水深测量大约三公分 但这几天桃园的雨 明明就没有很大 积水怎么会如此严重 艺人质疑如果下大雨还得了 那目前市府已经请云运的公司 针对场地积水的状况 来进行改善 经过了解是因为 最近的风沙比较大 所以造成泥沙堵住排水口 那在清除相关的泥沙之后 积水的状况也已经完成改善了 这一次近期的整修工程 主要有排水草皮照明 和外野座位的看台改善 如今又增加了一项 内野座位的眼水问题 球迷想要在主场看球 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TVBS新闻的 邀请兰婷 桃轮四方的 好 有一名王小姐呢 她上个月的时候看到了 国际知名的印度新林大师 三月的时候要来台开奖 结果她就用两万元的价格 买下了早鸟优惠 没想到前几天 妇女节的时候主办方就宣布 不限身份都可以用一万五的票价 来购买让她非常不满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三次提名的印度新林奖师 12号在台北小巨蛋公开演讲 没有想到现在却意外爆出一次 购票9分 之前的话我没有办法用一万五买 那是因为我不是学生 对然后我现在说好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变成这样可以啊 当事人王小姐说上个月从公车广告上 看见知名国际大师古如吉来台演讲 除了3月12号在台北小巨蛋公开行程外 隔天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另一场体验合一课程 而票价分为四种最贵五万 最便宜则是学生票一万五 并且主办方也规定购票三天之内可以退换票 之后加收5%手续费 活动当天开始前五天不得退换 而王小姐才在2月20号花了2万元 买下早点优惠 她还指控直到3月8号 主办方以妇女结尾 不限定身份都能买一万五的学生票 9号想要协商退换票 最后失败收场 没有想到开奖前一天 主办方又称消费者自行负担 5%手续费就能退换 超过退票期限才推出 特惠的行销 容易引发粉丝不满 延伸消费争议 建议业者应该本于诚信原则 妥善处理 例如免收退换票手续费 等等弹性处理方式 以维护消费者权益 主办方回应收费程序 全按照法令规定 在开课报名购票时 有清楚记载 购票三天之内可以免费退换 超过时间会着收5%手续费 毕竟本来区分好的票价 临时降价 招卖的民众当然会认为买贵了 而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也能向消榜官申诉 进行协调 提别新闻中 庄启荣思纯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 他跟朋友去北宜公路跑山 结果没想到才过弯 就看到一名机车骑士 摔倒趴在地上 不断往路边爬 他也提醒 其实冬天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台湾如果没有先热台 过弯的时候 很容易摔车 机车骑士才刚过弯 马路上怎么会有一样 机车很倒在地 黑衣男子不断往路边 翻滚爬行 这一刻相当惊险 因为骑士再步跑快一点 后方车辆接连过弯 一旦有人没有注意 没有闪避 就会酿成二次碰撞 另外一个角度 在案发前一刻 摔车的机车骑士 过弯之前身体压得好低 就在膝盖接近路面的时候 一不小心打滑摔车 连人带车喷飞到对向车道 周遭骑士急忙闪开来 差一点撞成一团 当下的惊险原因是因为 它是双向车道 然后对向车道的骑士 摔过来之后 我是刚好要进去的 那是因为那时候 它的车子是在右边 然后它的人是在左边 但好险那骑士反应也蛮快 它是直接跑到路旁 所以才避免了 二次事故的发生 这次案事故就发生在 北夷公路 财茂湾案发当下没有下雨 但差一点被撞的骑士表示 天冷骑车要特别注意 轮胎的温度 因为气温越低 轮胎抓地力相对比较弱 而且冬天热胎的时间 是夏天的三倍以上 冬天骑车的话 还是要注意轮胎的胎温 因为以气温它相对较低的时候 它轮胎热的速度会更久 那我们通常是要在轮胎热的时候 我们才能再去做更多 请教的过弯 不然的话轮胎也会很容易 因为失去抓地力而摔车 冬天骑车先花点时间暖车 加热轮胎周边再慢慢加速 否则就算经过熟悉的路口 车身突然倾斜也容易打滑 以我的方式 我最直接的话 我是用我的手去摸 那基本上也不是摸它 轮胎这个部分 它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要摸它里面 因为如果说你表面上温了 但是你其实你内部 它还是温度没有起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情况 还是会有摔车的风险 跑山兜风享受速度的快感 但为了用路人和自身安全 别轻易挑战自己与车子的极限 有民众从日本搭连架航空回台湾 结果没想到登机的时候 又被要求再秤一次行李的重量 也让他惊呼 怎么要秤第二次 已经要上飞机 但旅客在登机口 被要求秤重手提行李和登机箱 有人因为在机场免税店 买太多被挡下来 大连航结晶日本 GKE航班 从东京成田机场回台湾 手提重量超过七公斤 在十四公斤内 旅客加价约台币一千三百多元 另外其他人也排队称重 有装满满的黑色手提包 还有两袋机场免税电购物袋 以及其他物品可能被搅挡住 他有规定说一定就是 比如说一个人两件 那就是只有两件 所以你的其他的就是 袋子都要把它继承 就是两件 其实航空公司 在旅客登机的时候 这个手提行李限中 是每一家都有限制的 每一家航空公司 对于规定执行的严格程度 不太一样 比较几家联航规定 台湾虎航一件手提 一件随生物 不得超过十公斤 结晶两件手提行李限期公斤 乐陶一手提一随生物 限期公斤 库航则是两件登机行李限时公斤 在机上的空间有限 就是头顶上的 置物柜的空间是有限的 如果你买的东西太多 或是体积太大 都很容易会去影响到 其他的旅客 那如果你在机场买的 是比较偏向说 是衣服这种穿戴式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它穿在身上 各家航空都有限中规定 不分连航或传统航空 都可能在登机口称重 当然建议想写拼别等到机场才大量买 先买骑整理好托运 在机场只是做最后补货 在机场只是给你机会做最后补货 多花钱事小 可别影响别人权益 TVB的新闻帐号报道 菲律宾的巴拉旺有将近2000座的小岛 其中巴顿港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也有非常多丰富的跳岛行程 我们在巴顿港 绵延数公里的纯白沙滩 有人吸水有人滑渡木舟 也有人爬在棕榈树下晒太阳 来到菲律宾巴拉旺 大多都是西方面孔的旅客 年轻背包客彼此寒暄交朋友 巴拉旺还有座先进是巴顿港 听在台湾人额里很陌生 但就是这些海上骑警吸引各方旅客 谁能想到能从海的正中央 徒步穿梭在两座大山头之间 或者一片无际的茫茫大海之中下水 尼木小丑鱼就在眼前 超大海星也在脚边 到巴拉旺的高丽岛 记得要租玻璃船 因为可以边游边看到海洋生物 还是网美拍照的绝佳方式 菲律宾巴拉旺 以人烟稀少的避世天堂文明 也代表有许多不便 只有泥泞路冲洗没热水 好处是海上看不见飞行伞香蕉船 而同样以浮潜顺地 享誉益盛名的台湾小琉球 旺季总有万人涌入登岛 但游客变多 沙滩上却被各种独木舟 SUP讲板占据 严重破坏生物棲地 巴拉旺不是靠人工设施开发 光是悠闲步调和自然景观 就足够吸引人 国门开放 小琉球从过年到清明廉价 订房率不如以往只剩三成 岛上旅塑叶喊吃不消 或许换个角度想 潮间带减少游客造访 沙滩不被扶具阻挡 才能落实维护海洋生态 台积电雄本厂正式开幕 而根据估算台积电设厂的经济效益 高达新台币一兆4400亿元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英和总裁魏哲家 三巨头都出席 台积电雄本开幕剪彩 显现对日本建厂的重视 首相岸田文雄虽然没出席 但仍旧透过影片宣布加码 不住7320亿日元雄本日厂 大约新台币1538亿元 日本半导体也正式宣告复苏 日本虽然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实力强大 也有市场包括汽车和家电等等领域 但在半导体制造产业已经没落二十三十年 如今有政府积极补助大举投入资金 引进台积电在雄本设厂 补齐半导体制造的缺口 雄本一厂将提供12奈米 16奈米22奈米和28奈米制成技术 二厂预计2027年底营运 增加提供6奈米7奈米 以及40奈米制成技术 可以供应日本相关在春用半导体 光学元件 那么乃至于在未来呢 像是在这个6奈米或者是7奈米 所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高效能运算 也可以符合当地 那么日本客户的一个需求 那另一方面在这个日本 它不管是一场二场的一个设立 那至于在未来如果能够推进到三场 那么其实在日本的一个投资 都是可以质押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Intel跟三星 在日本的一个布局 对于这整个一个政策来讲 日本之所以会投入那么多的一个资源 而且是请全国之力去帮助台积电 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振兴 日本的整个一个半导体经济 在这波全球抢建 自主半导体产业链的风潮 日本抢先美国和欧洲 过去九州在1980年代 形成的半导体聚落再度复活 不过因应半导体人才需求增加 除了台湾工程师进驻 以长时间来看 专业的人才缺口恐怕也是一道难题 为了补足人才缺口 熊本大学将成立半导体科系 培训专业人才 而随着台积电熊奔厂进驻 带动当地的薪资 根据日媒报道 台积电开出的临时工资条件 比当地的基本工资还要高 当地的基本时薪为898日元 大约新台币188元 但台积电夜班的清洁人员 时薪是1800日元 折合台币大约377元 外界更预估台积电设厂 经济效益高达6兆8500 18亿日元 大约新台币1兆4400亿元 半导体产业 它本身其实是有前工程跟后段工程 其实它整个要加起来 所以这整个工程里面 其实包括金产省 他们最新的资料 台湾还会接下来会有26家的 所谓的供应链 会整个进驻到熊本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 根据金产省的估算 大概在熊本地区 会有大概5000到8000的 台湾的关系人口 什么叫关系人口 也就是说跟这台积电 跟这相关产业有关的人口 将会进驻到熊本 所以对于这整个来讲的话 熊本他们未来是 一定要朝向 所以不仅是一个科学城 他们甚至未来会发展一个 包括熊本机场 他们希望把过去桃源航空城的概念 整个在就是熊本这边落地 台积电全球布局成功再下一程 也带动日本半导体先进制成的脚步 成为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关键 TVBS新闻与新海刘军台北采访我都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